当凡人修仙传韩力生存在赛博朋克2077 我是韩力 一个长生不老的熬夜修仙党 只怪我熬太久干不够 白嫖党的扎堆凑 眼一闭又一睁 出现在了赛博朋克2077 算了就当刷新副本了 以前永生靠修仙 现在永生靠科技 一体在手 Buff我有 在这里我发现跟修仙界规则很像 适者生存优胜略胎 只有强者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用魔法打败魔法 我韩力韩老魔力之要素强者 嘿兄弟你叫什么 在下李飞宇 出门都叫朋友名 猥琐发育活得久 也可以叫我飞 但我高估了老外 他们发音本来就不标准 久而久之干脆叫我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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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好夜之城 才是竹梦之城的新一天吧 在这里我仍然相信 猥琐发育潜行流才是王道 再加上我几千年修行的智慧 才得以让我在这夜之城 活到了今天 套路我都懂 在这想活着就得赚钱 想赚钱就得有人脉 身边朋友必须得多 比如不打不相识的大传 我发现他人很好爽 那硕大的体格 让我想起了我的驱魂 几顿饭的功夫 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 他还让我把能学的格斗术都选了 我最喜欢的绝学 还是潜行科技 和一所法育暗杀流 之后他带我去了很多次 神奇的妙妙屋 认识了很多朋友 比如这个bug妹妹 一个顶级黑客 今天他配合我们 完成一单旧妹子的任务 但任务过程不太顺利 刚开始我还以为 那妹子已经被拆了 毕竟这是一帮 专门打卖人体器官一支的偷肾团伙 但我们悄悄在往里摸进去后 发现这里人还不少 但不用怕 暗处放两枪点了准 我照样可以把这个团伙给剿灭了 过程不重要 重要是结果 当然大壮的强人所难也很重要 终于我们找到了一个肢体完整的妹子 这是冰冷鸳鸣玉吗 有钱人真会玩 我读落下他的信息 确实是要救的妹子 我接通了急救信号 让急救飞机把他送走了 有钱人就是好 之后我们又被偷肾组织尾随 还撞坏了我的车 还好是大壮开车有惊无险 第二天 大壮居然主动帮我修好了车 好兄弟 可能他也是知道我太穷了 这单证物完成后 我算了下我目前这个段位 估计也就是个修仙段位的练气棋 能拿到的法宝也就这几杆破枪 再加上刚才从土匪窝拿的 哎也是够寒酸 真怀念我的开挂小绿瓶 现在升级只能靠客金 车站长老维医生换了个新眼球 再也没有谁的身份能逃过我的法眼 接着大壮给我介绍了个 很牛的中间商黑胖 专门给我们这种人接赚钱的夜 我想了一下 正好需要钱可以多接活 要不怎么还老维钱 不过大壮现在跟老维的出手小米 聊得正开心 我就想算了 我自己去找黑胖 看看他还有啥活能接 果然黑胖给的都是大活 对着起他的大金鸽 黑胖突然问了我一句 这也是大壮经常说的话 你是愿意当个无名之辈 还是警留轻史呢 我心想这还用问吗 天下谁人不识寒跑跑 是想多活几年 人都挂了被人记住有什么用 我想留名情史 为了生活 当然要顺着黑胖刷 他说要我去偷一个生物芯片 很简单 我信你个鬼 上次那时也说很简单 结果机枪大宝贝都掏出来 果然天下假方一般黑 而且要偷的 可是当今只手遮天的大公司 光板公司的东西 A胖说偷芯片钱 先让我去漩涡帮拿个货 或叫小平投机器人 说钱他已经付了 有了这个机器人才能去偷芯片 我寻思钱你都付了 还让我去拿东西 是怕对方拿钱不认账吗 果然 对方换了新老大 不认账 所以你看这小平投 能爬墙能隐身 防水防弹还防尘 你们得再给我份钱 本来我是不打算有事的 毕竟他们人多 我想着给钱拉到 但是一偷腰包 哎 还是偷枪嘛 早知道多带点人来了 我和大壮又是一路 众国力秃秃的出去 死里逃生后 大壮开始幻想着一战成名 但这才哪到哪 东西拿到了 听说甲方爸爸想见笑我 那我就去会会 真的是任务需要 甲方就在这里 并不是我要来搞颜色 没想到甲方是个 货真价实的名媛 他办的大款就是这叶之城 最牛公司的太子赖公子 甲方要给我看一段超梦 什么是超梦 就是人用自己 眼耳鼻舌深意的感官 通过大脑录像 形成了记忆片段 就叫超梦 在超梦里可以体验录像者 所有的感官技 疼痛快乐 痛苦兴奋等 甚至他一扫而过的画面 都可以感受到 客户给我看个超梦内容 是他跟赖公子约会 当然让我来不是看颜色 而是让我这种 专业见偏师 去找赖公子 把生物芯片藏哪 这玩意儿可是能 转移人类意识的高科技 有了他 就等于掌握了 永生和转世的控制权 我一听 我拿了这 岂不是直接升纤 愿仔细在超梦里找 非常仔细的看 但还好 在关键时刻 我化身名侦探威 看到了芯片就藏在 赖公子住的干壁大厦 高端酒店 顶层套房的隐秘冰箱里 并且周围的安保系统 也被我调查了一清二楚 特别是他那放着的一把枪 风二代用的一定不差 到时候看看能不能顺走 之后甲方姐姐 想让我跳过中间商 直接帮他 虽然免去中间商赚差价 我能拿到五成 但是坑中间人 还是个大哥级别的 我估计会吃不消 只好按原计划形式 去找大壮捡黑胖 大壮带我点了两份强尼引手 原来这里的酒吧 会把道上混的传奇人物 给酒命名 但前提是这人得死了 这让大壮兴奋不已 他认为总有一天 自己的名字也会被用作酒名 还给调酒师 说了一套自己爱喝的酒配方 无情 好了 小鸟 福特 黑胖带着bug来了后 我们开始商讨如何偷芯片 黑胖就不地道 想三七粉 毕竟我们要去偷的 可是土皇帝的儿子赖公子 我想了想跟他谈情怀 说这笔钱不重要 是很重要 要一阵成名的梦想 黑胖一听都梦想 给了我们事成后 3.5分成 行吧 之后我们计划好后 黑胖给我们买了一身高级西装 并叫了叶之城最好的出租车 这玩意儿是自动驾驶 不仅防弹还有武装系统 这时大壮突然说 干完这一票 咱们就能一战成名了 再也不是无名之辈的 这无异于再说 干了这一票就退休 怎么都像合范语言 车里的AI也应景的说 假如你挂了 还能享受汽车配套的丧葬服务 真是贴心的一条龙服务 但要论贴心 肯定不如 不必收藏点赞一条龙啊 想我含跑跑做事 一定事先准备 去之前我专门补充好了弹药 以备不时之需 不能带枪是吧 准备了个寂寞 任务开始 我和大壮伪装成武器商人 带着小瓶头假装去大厦见人 这里不愧是全夜之城最好的酒店 服务员个个都像是金子座 但总觉得看我们眼神怪怪的 大壮在这好像很开心 一直问我 我帅吧 帅 到了42层后 终于让我找到了原因 好大的一张床 我们在这放出了瓶头机器人 通过Bug妹妹的帮助 小瓶头顺着管道找到了 这所酒店的网络安保 黑掉了他 现在我俩可以上 顶层100层赖公子房间了 生物芯片我俩倒是轻松拿到了 不过赖公子和他爸居然回来了 还带着俩保镖 吓得我们赶紧藏到了荧幕墙后面 好在外面看不到里面 大壮也正好挤得下 外面那个金属球球 一看就是原因期大神级别 被发现我俩肯定被秒杀 另一个保镖叫老竹子 应该也是个王者 我俩差点被他发现 好在赖公子他爹 叫他们出去 要单独跟儿子聊天 眼前这俩小日子过得不错的人 都是叶之城最有名的人 这老头也活了一百几十年了 还在找长生之法 他儿子也是怕他太辛苦 爸爸你还是休息一下吧 不我还要给你生逼着呢 一阵父辞子孝 在孝子杀了他爹后 马上说有人毒死了他爸爸 封锁了酒店 我和大壮目睹了这一切后 震惊不已 赶紧让Bug打开了天窗 但在出去前 我拿到了赖公子的枪 还是个粉色的好骚啊 正在我拿枪时 Bug也被人找到 瞬间断了讯号 是生是死不得而知 我们爬窗子时被侦察机发现 赶紧跳了下去 大壮意外中弹 而且装生物芯片的箱子也坏 必须把芯片插在自己身上 要不芯片一会儿就会废掉 大壮带着芯片 拖着中弹的身体跟我一起找出路 目前整个大楼都被封锁了 我现在必须要用出修炼已久的 潜行科技暗杀流 这套技能不亚于 我当初学的 罗烟布杀敌于无形 一路潜行偷袭不讲武德 这个技能讲究化解 遇到摄像头得关 遇到敌人得黑掉他的电子眼 然后找到脖子 接化发 尸体也得藏好 被发现这一栋楼的兵力 可不是我拿着一把小粉枪 刚的过来 这一路暗杀了不计其数的敌人 虽说我手法高超 但还是顺畅的不自然 果然敌人早就围住了路口 好在我们的出租车 按时停在了门口 我轻盈躲了进去 但是大壮 你为什么从那边的门上来 眼看着又被冲锋枪偷走了几下 出租车还好防弹属性 极且毫发无伤 并启动了战斗模式 成功带我们突出重围 赖公子这把险害挺好使 几下就干掉了追击的浮空车 看到大壮快不行了 我想让车去找医生 但这车居然不支持换目的地 所有你爱的人都在等你 你把眼睛给我睁开 把他拿好了 为了我 你才是真正的大人 我接过生物芯片后 没想到我第一次 做这么好的出租车 居然真用上了他的送葬符 我让司机把大壮送回了家人 我抱着悲痛的心情 去找到了黑胖交正 但我现在没想着钱 而是想着之后怎么跑路 逃脱赖公子的追杀 他现在把是负的罪 都推到了我们身上 黑胖听到大壮死后 并不关心 只问我芯片子 这有点激怒 我说没拿到后 他竟然安慰我 让我先去厕所洗个脸 肯定有问题 是当个无名小子 在梦中我看到了过去 2023年的沙神记录 强尼因手李维斯 拿着小核弹 炸了赖公子他爹 老赖子以前的总部 接着被铁寒寒抓住了 最后我发现 我居然没死 还被老赖子的保镖 老竹子给救了 他把我送到老维那后 老维告诉我 我脑子里的生物芯片 有强尼的人格意识 不久后我的身体 就会被他占据 意识被他主导 当时我就想 这不是当初莫大夫 对我用的多舍吗 看下这都2077年 居然普通人用科技 也能实现夺舍 看来韩丽不管到哪 都逃不过被夺舍的命运 所以接下来 他的命运终将走向何处 收藏过千 我们接着下一期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个故事见